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6年1月2号又有委员提出复役 所以又定期处理 所以这个案子其实讨论了很久 那这个细安全带的安全其实这些都有数据可以来做参考的 那刚次长大致上也都讲过 尤其是这个高速行驶上面 譬如说高速公路快速公路上面 那其实很多国家他们是只要一上车就一定要细安全带 不管你 因为有时候市区也会突然间紧急刹车 但是这个部分也有人有意见的就是说 在万一是重大事故的时候 其实细安全带有时候在黄金几秒钟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杀手 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都是紧急刹车以后 他没有细安全带往前冲去冲撞 但是如果说这个比如说发生火烧车 这个是那个很多交通这个安全的人给我们的资讯 如果突然间这个连环撞车 然后这个有所谓车子爆炸或起火之类的 反而是你在几秒钟你必须要赶快离开这个 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慌乱的时候 你那个安全带在解开的过程里面反而会是一个致命的 所以这两方我们都应该考量一下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当初会复议 就是说大家会担心执行上会惹民怨 这个就是台湾很积息已久 这个法通过以后 执行只要有民众反弹或怎么样的麻烦 执行单位就不愿意去做 所以你真的要通过的话你就必须彻底 那这个有余虑的部分 譬如说在黄金几秒钟的时候 那你就实时要注意一下那个安全带的那个扣与松 要有及时性 那么你很难扣很难松 结果扣了以后松不了 那需要逃走的时候 反而被这个在车子里面活活被烧死或什么 只有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要做就要做彻底一点 另外就是说小孩子不好系这个安全带 因为太小了你系下去他不能 第一个他不能活动他受不了 第二个太小了也达不到这种固定的这个 这个做法 那如果是计程车司机的话就会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如果他带小孩的话那是不是小 那计程车司机是不是随时要配备有一个 那个宝宝的椅子 这个安全座椅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还要罚他 那他就不要就不要做生意了 那所以等等啊 那我们罚司机的话固然是有这种所谓 这个附带责任 但是问题是他是做生意的人 他是有提醒的话 提醒以后如果乘客不带的话 那结果他赚的钱还不够罚呢 那甚至呢因此呢丢了这个赚钱的机会 这个要思考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 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 所有的家长啊 如果不是坐在自己有这个 那个那个cassette的这个 这个车子的时候 他随时带小孩就要自己把那个 这个安全座椅搬着走 到到哪里去搭车的时候 小孩一搭车就要做 那个要说清楚讲明白 另外就是 司机的处罚的这个部分啊 我认为可能用祭典或什么 除非你很彻底 如果你很彻底的执行的话 我相信呢大家都会会遵守 如果你不是很彻底 你只是说说 到时候呢你偶尔抓到几个 你就连司机也一起罚 那这个公平性呢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其他的部分的话 我对于这个我是乐观其成 也希望能通过 但是我们提到的这几项 可能有疑虑的问题 这个等一下呢 市长还有交通单位 一定要给我们一下回答一下 因为我要谈的就是啊 我记得我在法国的时候 发生一件好笑的事情是 地方新闻台呢 每隔一段时间会有 会特别报导 那个时候我发文还不太经砖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一个老太太开着车 然后蹦蹦蹦蹦蹦 只要他一上车然后地方才就报导 某某太太又上了一条公路了 请大家要小心 因为这个老太太90岁 她还是要开车 可是她开车的速度啦 20公里不到一个小时 所以只要他一上路啦 大家都很紧张 因为他一到市区就塞车 他也不愿意下 他也无法可管 因为他没有超速 那你又没有规定他说一定要最慢要开多少 所以这个老太太一上车 我们就看到地方新闻就开始报导 某某太太已经上哪条路了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他一上车以后 那警察就要在旁边开车 拜托他开旁边开旁边 因为他然后他你叫他开旁边也是违法的 因为他有他有权利开 那这边我要讲的就是说 童年客运这个发生这个司机 这个心机梗散 那这个部分是他身体的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年纪太大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83岁的老先生 结果倒车的时候爆冲 然后这个连过一个妙龄女生好几次 像这种高龄驾车的这个人权 固然我们没有这个年龄的这个限制 对不对 但是呢 说实在话 年纪大难免体力上 视力对不对 还有听力 以及激励这个反应的能力 都会受影响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绝道多数年纪大的人 他一般开车自己会很小心 但是也有 也有 因为你没有法可以管嘛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到最后呢 我记得法国那个那个事故到最后呢 诶 那个市议会经过讨论以后 决定就是 最后就是说在那一年了 就不再发给他执照了 这个驾车执照了 那理由是呢 去帮他做这个视力测验跟那个 用这个 人体的那个 跟这个机械反应的关系呢 把他的这个驾照呢 这个收回 就是不再 不再允许 他每年都要去回去 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措施 因为现在人啊 有时候体力呢 跟年龄也不一定成正比 但是大致上我们可以 从医学上 人的生理上 可以确知就是说 到了某一个年龄层之后 他的整个 生理 心理 这个 这个 物理状况呢 会有 有所损伤 是不是我们规定 某一个年龄层之后 那 因为我们现在驾照就是拿了以后 就可以一直使用嘛 你除了缴税以外 也不用再重新再 除非你犯规 对不对 重来 那是不是就说 超过70岁以上 或者 那么他这个驾照 每一年最好能够回来 做一个见解 其实第一个也是保障驾驶人 第二个呢 也是保障别人 因为这种状况呢 尤其现在很容易有这个心肌的 心肌梗塞的疾病 那及早呢 让驾驶人知道 他在使用这个执照的时候 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怎么样 避免造成别人的伤害 那像这样子的话 我认为呢 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 那 等一下我再问 先请次长先回答一下 我刚刚讲的几个 那个 带安全带的问题 回答一下好吗 好谢谢 谢谢委员 刚刚的关心 我们非常感谢 第一个部分呢 安全带 在系安全带的时候 如果发生几型状况的时候 怎么样去很快的可以松脱 这个部分呢 安全带有这个国家的一个标准 它经过标准检验出来之后呢 才能够去这个装设在车子上面 另外还有 再来是小孩子的问题 这个幼童的部分 幼童的部分 在这边分成两块 就是四岁以下的部分 四岁以下的部分呢 在我们的这个交通的宣传的这个 執行的一个办法里面呢 会去做规范 就是年纪比较小的四岁跟十二公斤以下的部分呢 要有安全座椅 这个安全座椅呢 国家安全的这个标准局的一个检验通过 你这个现在只是说先从小型车嘛 自小客车开始嘛 是不是这样子 那自小客车有营运的嘛 像计程车 那你就要要求所有计程车都随时要配备一个 那个儿童座椅 万一他这个乘客是儿童的时候 他就必须拿出来 否则的话他就违法了 是不是要这样子 那计程车的部分 计程车里面的部分 我刚刚讲到 会在我们这个办法里面去规范的 计程车的部分呢 原则上呢 我们是从自用的部分先去执行 那计程车的部分呢 在规范里面会去做一个排除 另外就是说 你这个司机也要罚的这个部分 是是 那我说实在话 除非你彻底彻底的要求全国人都一定要 否则的话 你执勤又不严格 然后你只是要司机帮你带警察的职责 或带执行这个公务的职责 我说实在话 这是不太公平呢 你一方面要赚人家钱 又要限制人家 说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边思考一下好不好 你会怎么做 这个部分呢 就是目前 计程车 这个前座的部分 如果说没有系安全带 当然 我们目前的这个 你怎么去证明他有没有讲这个部分 这样搞清楚了没有 好啦 我把这些问题都抛出来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另外就是说 那个 那个 我刚刚讲的年纪大一点的话 是不是到某一个年龄以后 我们这个驾照 是不是需要再加一个所谓健检 一年至少一次这样的情形 思考一下 因为这个是为这个驾驶者 年龄大的驾驶者思考 那当然也有牵扯到所谓这个人权的问题 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 性命跟人权比起来还是性命比较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客运驾驶超工时的这个部分 我们之前谈了很多次 但现在呢 这个 这个 劳动检查结果 像 首都 台北三重 国光 大友巴士等五家业都有超时工作 你们有去检查吗 那个 没有给这个劳工地价休息的时间 这个很容易 就像那个 到时候心肌梗塞 这个超时工作 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货运的 货运的 那个司机啊 他们常常是长途的 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为了抢时间 我听说那个 再租资啦 或者是那种 这个 这个动物的 火体的这种 因为他要抢时间到 晚一点到的话 可能那个 那个体 那个重量会 会减轻啦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都是连夜标啊 标整个晚上 像这种工作类型的话 都应该去思考一下 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尤其对这个超时工作的 不但工作的情形 好不好 我时间的关系 请你到时候 书命给我们回答 你们做怎么样的 这个监督跟检查工作 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